嘿嘿 在这个波士顿 市中心啊 是唐人街啊 吃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 三个菜 九块钱 只需要再加一块钱 你看就可以换一盒这个 叫泡椒粪爪 嗨大家好 我是谢迪 我现在还是在波士顿 吃了饭以后我就 准备去车站了 今天呢是坐大巴车 回纽约 我从费城来的时候呢 薅到了羊毛 只用了14块钱就过来了 结果回去的时候 只回纽约 就花了21块钱 美国这个车票 它这个价格会波动很好玩啊 大家没事干刷一刷 我先吃饭 就是在美国只要是个大城市 肯定有唐人街 或者是有中餐 像这种真的很方便 才十块钱 才十块钱 这种好来 好 很可怕 我突然在那里 也挺好 它渣一下 鼓 好了好了 又收拾好了 现在要准备走路半个小时去汽车站那边 这个波士顿轻旅也不错 就在市中心 位置挺好 行人街旁边吃饭也方便 价格的话可以 六人间一个床位 人民币六百块钱 我住了两天 一千二 这是我这辈子住过的 第二贵的情侣了 这是波士顿的Downtown Downtown很小的 随便逛一逛就没了 现在 去那边的公寓 两点半了 三点半的车 给自己预留半个小时 找那个点 这个波士顿花园 1634年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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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 澳大利亚新西兰 不是一样的 波士顿花园啊 这什么花来着 樱花吗 哇好漂亮啊 粉色的 这个季节刚好啊 不冷不热的 好舒服 这个温度舒服啊 二十几度不冷不热 没苍蝇没蚊子 这个小姐姐喂的啥呀 怎么能松鼠也来 鸭子也来 鸭子也来 鸽子也来 鸽子也来 这个松鼠以为我也有吃的呢 波士顿啊 不愧是学府城市啊 可能这边的人的学历都非常的高 听说听说 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 然后很大一部分都是硕士毕业的 然后 然后 这个波士顿这个区域呢 什么博士啊 博士后啊 这么的一刀一大把 你看这个波士顿 市中心多干净 虽然说偶尔偶尔也有点垃圾 但这个已经是比美国其他的那种 大城市好太多了 Totally free OK Thank you 这是免费的 应该是 品牌方做宣传了 这个是 看一下波士顿的市中心啊 这就是我昨天来过的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啊 大哥带我来的 但是昨天下雨啊 波士顿啊 市中心有很多做这种 石器的教堂 这是 巧克力的 哇 好好吃啊 这是凉的 这边是 树梅嘛 是吧 嗯 这就是我的 车票 他给我发来的上车地点 在大街上救我 飞的最多了 看这个照片 这个parking 这个 停车场 应该就差不多就是前面那个巴士了 哎呀 对的对的对的 应该就是这 这都在排队呢 我也排个队 有东西卸出来 先给我扫一下 哎呀 发车了我呢就是在这个叫Wonder这个软件上买的票啊 下一个就好了 时不时的刷一刷总能刷到便宜的 从这个波士顿回纽约 差不多五个小时 会不会继续睡觉啊 我这 我这走了以后你给我来个蓝天白云你的啥意思这个 我在的时候就是下雨 月阴天 全程都是走高速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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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黑了 今天一天呢就干了一件事 坐车 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啊 就到了 总算是看到纽约了 我今天呢不住在纽约啊 不住对面的新泽西 敲映那边 我们两个过几天呢 一块去加拿大 其实啊 美国才真的是需要高速铁路的 东海岸一条 是西海岸一条 至少 这几百公里的小距离是不是 就是坐高铁方便吗 现在应该是在新泽西这边 对面就是纽约曼哈顿 看到了 我是坐车过去然后又想办法再坐公交车回来 现在在这个哈德逊河底下的隧道里边 快到了快到了 现在是在中城这边 他好像要在这边停一下吧 我就赶紧的下车了 坐地铁过河 再回新泽西 又回到纽约了 全美国 可能只有纽约曼哈顿 还有这种 人 人挤人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是 我现在啊 是在这个 巴士总站啊 就在这个 曼哈顿 中心地区了 准备呢 去坐巴士 折达这个 乔宜那边 去二楼 乔宜给我发来了这个 行车攻略啊 站台 201 8点半发车的159路 或者是 202 8点40的158路 他这边还是比较清楚的 意思就是我真信走202 上去是吧 对走上去 好的好的 然后一站台是吧 他还有几分钟发车 是的是的 那来得及来得及 我已经是上电批了 上电台了 OK 好了好 然后他买票的话 就是你还是以为NJ Transit 好的好的 行行行 我用那个NJ Transit 看就下这个软件啊 NJ Transit 158路 去这个 李家坡的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软件啊 就是买了一张票 顺便把它激活 30分钟吗 够了够了够了 好了就可以了 反正在纽约的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啊 真的是发达呀 地铁啊 公交车什么的 反正把软件下好就行了 这个的话直接 给他看一下就行了 OK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 不是一软件 你去哪里 呃 Fortley Fortley 是三软件 啊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对 所以接下来 给他一软件 OK OK Fortley是 这个怎么动 我的这个票好像是买错了 我没搞懂啊 为什么买错的 我买的就是一个成人一趟啊 他说要买到什么 Zoom 3什么的 没搞懂 因为我们这一看就是个游客 实在是搞不懂 所以说 司机真的很好心啊 也让我上车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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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家让个位置 好了 客家出发 我规摸着 30分钟就过去了 我这一口气 坐了40多分钟 快干到终点站了 这个 还有两站就到了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It's my first tim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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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哎呀 这个司机小姐姐 是人真好啊 如果我买错片 我知道 不知道怎么搞 好了 乔姨过来接我了 你把两个背上吧 这个玩意还蛮重的 这个啊 这个可以 可以吧 好了 这两天呢 我在乔姨家住啊 过会儿呢 赶紧的 洗衣服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衣服了 全身 包里的衣服已经是 换了一轮了 全都是脏的了 我跟乔姨呢 算是差不多周六吧 我们两个 出发 去那个瀑布 看完瀑布以后 我们两个在一块 去加拿大 多伦多 乔姨呢 晚上几天 这视频要到这结束啊 哎呀 早上也要好好休息一下 最近这一圈跑的 把瀑布打开 嗯 没有吃个葡萄 吃个葡萄把我给呛到了 去个费城呢 没有搞到那个票 没进去 然后到了那个 波士顿呢 看大学呢 疯了 也没进去 反正就是去过费城 也去过波士顿 就这么一个 天啊 你看小牙子 我们选择的 在这儿